前美国国安顾问 北京暗中支持普京必须追究责任 应对普京升级战争 新任美国驻欧最高将领人选出炉 多国商界领袖发出警告 中共经济30年来最糟糕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Trey 随着俄罗斯在乌东战场的颓势持续 以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制裁的加深 中共登局已经在悄悄调整对俄罗斯的立场 5月3日 中共官喉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 判发泽林斯基如何在地堡中治理国家的报道 再次罕见以引号表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同日俄罗斯说俄中贸易额将再创新高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认为 中共正在水下更快的滑翔 试图为普京提供支持 必须追究中共在其中的责任 此前的4月30日 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 接受新华社专访 库列巴四次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新华社罕见原文刊登 中共官媒似乎变调 自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 中共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 并拒绝认定俄罗斯军事行动是入侵 也不参与国际制裁 还多次宣布双方合作没有上线 对于中俄关系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 即使北京不断声称自己维持中立的角色 但实际上他们正在水下更快的滑翔 试图为普京提供支持 据报道 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5月2日在洛杉矶举行年度全球会议 现任胡福研究所访问学者的博明 在会议上谈到中俄战略伙伴关系 博明曾在川普政府中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 并曾作为记者在中国工作长达7年 被视为是华盛顿政治圈里深谙中国事务的专家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博明认为 人们也必须追究中共在其中的责任 他们真的在为这场战争背书 他们提供虚假信息 提供外交掩护 或许还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 那不是他们关系的开始 而是10年来努力推动的累积结果 习近平试图将普京纳入北京的世界观 习近平的世界观 也就是要重塑全球治理的世界观 彻底背离二战后时代的世界秩序 博明说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此前就说 北京多次在俄罗斯入侵战争和乌克兰自卫行动之间 做出同等对待的虚假姿态 4月27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轴心法法案 直接点名习近平 并要求国务院向国会定期提交 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报告 4月30日当天 俄罗斯表示 预计与中共的货物流通继续增长 到2024年与中共的贸易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 俄中贸易今年第一季度激增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4月29日还吹嘘中俄关系的成功经验 称双方始终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发展新型国际关系 事实上仍在加紧为俄罗斯的侵略 法经社分析 中共与俄罗斯继续发展密切关系 严重损害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制裁的有效性 中俄双方有一个平行的政治议程 俄罗斯希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统一 而中共则希望统一台湾 法经社说 按中共的逻辑 国际关系应当建立在纯粹的经济利益上 应当与军事及政治关系分开 但是法经社说 北京需要考虑能否经得起 为了占起出口市场5%的俄罗斯 而冒损害与占起出口市场30%的欧美关系的风险 能否经得起被欧美技术孤立 而再次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美国之音报道 在米尔肯研究院中医的讨论会上 与会的两党议员 以及来自前任政府的跨党派官员普遍认为 美国现在必须重新定位与中共的关系 但要从与北京共存 竞争和对抗等多边难题中 取得最终平衡并不容易 中医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说 普京一直以来寄予乌克兰 作为其光荣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同样的 习近平虎视眈眈的盯着台湾 将其视为中共政权落实伟大复兴计划 最无可或缺的主要元素 在前 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副国防部长的 弗鲁努瓦表示 中共在俄乌战争中选边支持俄罗斯 提高了欧洲各国对中共的警惕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表示 现在国会中弥漫着一种氛围 大家似乎在比赛 谁能骂中共骂得更凶 我们必须找出新方法重塑世界 迈克尔认为美国民众正在觉醒过来 现在是民主联盟与极权独裁的竞赛 国民也乐观地认为 美国在这场竞赛中将迎来正面的结果 我不认为中共在习近平统治之下会繁荣发展 在那些竞争中 胜出者通常是庄家 也就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庄家 俄乌战争焦灼 俄罗斯可能在5月9日进一步升高 战争烈度 美国驻欧军事高层做出调动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于3日宣布 现任驻欧及驻飞美国陆军司令卡沃里 已被总统拜登提名为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 未来将统领驻欧10万美军 据CNN报道 目前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欧洲司令部任务吃重 除了要协调乌克兰军援运输之外 欧洲司令部也必须对乌克兰部队人员 进行各项培训计划 包括火炮 无人机等训练计划在内 若卡沃里确认担任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 将会同领美国驻欧全数兵力 各军种加起来总约有10万人 卡沃里熟悉俄语 并曾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 担任俄罗斯项目主任 过去也在阿富汗执行战斗任务 对陆基作战行动有着广泛了解 可因应乌俄情势做出各项应对行动 另外 北约发言人龙杰斯古也在推特证实 北大西洋理事会已批准 卡沃里被提名为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 上海封城引发连锁反映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 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 近日 三倍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相继敲响警钟 中国经济正处于30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第一位敲响警钟的是 亚洲最大私募基金香港泰盟集团 PAG执行长阿里巴巴独董 单伟健 PAG基金的资本超过500亿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4月28日刊登了一篇文章 披露了单伟健与经纪人的会议视频影片 这是作为泰盟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宣传的一部分 影片中单伟健批评中共的清零政策 导致中国出现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媲美的深度经济危机 他说 目前中共经济处于过去30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市场对中共股市的情绪也处于过去30年来的最低点 而且中共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处于过去30年来的最高点 善伟健表示 大部分中共经济 包括金融中心的上海 已经被严厉的清零政策搞得叛瘫痪 对经济的冲击是深远的 时政评论人士恒河在恒河观点中表示 善伟健的发言很不寻常 一般和中共做生意的大公司执行官不会公开批评中共 第二个敲响警钟的人士是 摩根·史丹利前亚洲区总裁斯蒂芬·罗奇 他是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和耶鲁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曾任摩根·史丹利亚洲区主席和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在华尔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4月28日 史蒂芬·罗奇接受了专门研究中国的网络媒体 中共怎么了的采访 他表示 中共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速度 中共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冠清零政策 靠近俄罗斯 驯服高科技企业等等 他说 这些都是决策过程特别僵硬的问题 第一 中共当局无法承认错误 第二 不够灵活 当局无法提出不同的策略 第三 和敲响警钟的是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伍德克也是德国巴斯夫集团中国区的总裁 他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 瑞士媒体《市场报》4月28日报道 伍德克表示 清零政策使中共陷入了死胡同 他说 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已经封锁了一个月 中共经济正遭受巨大的衰退 数据显示 4月前三周 上海货运量同比下降81% 江苏省下跌30% 在全国范围内4月份的货运量同比下降15% 中共经济强省广东 尽管没有封锁 货运量仍下降了17% 伍德克表示 中共2022年的经济增长 不会达到预期的5.5% 会低于4% 他认为 由于清零政策 中共正在失去其世界最佳供应来源国的地位 我现在听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说 他们正试图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 伍德克还认为 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是错误的 但由于临近秋天召开的中共二十大 所以任何质疑都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想连任第三个人期 所以他不能在接近终点的时候改变自己的说法 随着中国疫情大范围爆发 以及随之而来的严厉风控 导致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 引发国际关注 伍德克解释说 现在资本正在流出中国 因为中国在资本市场上 看起来越来越糟糕 人民币将会继续走落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违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